今天这个分享跟大家在其他地方所去看到的一些 关于摄影的分享其实可能会不太一样 今天其实也是后面我想慢慢的去给大家分享 我觉得非常不错 以及我对这个艺术作品的一个理解 那么今天其实分享的是一个 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画家 然后呢他对我在拍摄摄影上面 或者是一些创作和思考上面 都有一些就是有一点深远的影响 那么今天介绍的这一个呢 就是这样一个艺术家蒙德里安 其实我觉得蒙德里安包括很多的一些 怎么说就是从包括毕加索吧 还有一些抽象的当时的先锋的一些画家 他们给我的一个印象是说 他们其实是很敢于去突破自己的 包括很多他所做的艺术创作 是被当时的人是非常非常不理解的 我相信很多人对蒙德里安 现在来说的话也不是会很理解 包括他非常非常有名的 比如说这个色块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或多或少的感受到过 就包括这个色块 包括前面的这个封面的这样一个 红色灰色和一些颜色的一个组合 包括他比较有名的这些画 我相信很多人都看过 但是第一不知道他为什么是很有名的艺术家 为什么他先锋 第二是不理解这个画的作品本身 那么其实对我来说 我觉得对于一个画家的分享 或者说对于他对你的影响 我并不会在一个Vlog里做完 那么我会分阶段的说 所以我觉得他对我来说 一个非常大的影响 就是他对于艺术 或者说对于自然 对于创作的这样一种思考 为什么说这个东西对我的影响 会影响到摄影呢 就是很多艺术 或者说回到摄影来说 他真正的一些拍摄的创作的初衷 和一些方法都是你需要去积累的 所以从摩德里安身上 我感受到就是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他早期的画 早期的画其实也是蛮写实 就是虽然说他有点不太写实 但是至少你从这个Vlog里面 你可以看到他很多 还是你至少看得出来 它是一幅画对不对 或者说一幅传统的画 你至少知道这是一个乡村 一个房子 好像是夕阳了 或者是朝阳之类的 就是你能知道他是一幅画 但是到后面比如说这个风底这样 他画的是一棵树 可能很多人就不会一眼去看出来 那么为什么这些画家在早期 其实他可以很传统去做 但是为什么到后期就走到一些 见走偏锋 或者说一定要突出自己 要标榜自己呢 我觉得跟当时艺术家的一个形态有关系 我相信很多艺术家 包括我现在也是一样的 当艺术一定要 不管你说出名还是名流迁使也好吧 就是你一定要做的事情是 做一些超出现在的事情 超出现在能够理解的事情 是在艺术道路上面去点亮别人 所以通常情况下我会 在拍摄的时候或者说在我自己想去创作的时候 会想一个问题就是 我拍摄这个东西到底能不能为我自己去做开创 所以早期的时候我也会拍非常非常普通 就是说非常非常正规的一个街拍 老人小孩 或者说是一些非常正经的拍摄的方法 就是一个很正常的街道 正常人走过来走过去 竖 但是当我看到比如说深山大道也好 荒芜敬文也好 或者是马格兰的一些摄影师也好 我就开始深深的思考一件事情 就是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风格 你看到他这样风格的作品的时候 你马上就能够联想到这个作者 所以我会想那么我的风格是什么 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会有些困惑 一方面是自己拍摄的量还不够 另外一方面是自己在思考或者在艺术上面 没有更多的一些精进 回到蒙德里然 我觉得他对我的一方面是比较大的影响 也跟刚才我说的突破和创作有关的 就是我相信他应该会问到自己一个问题 因为从一些资料上面来看 他后期是比较厌倦自然的 那么相信这个问题 我觉得也是一个对我来说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就是是否自然的客体是一定是美的 或者说一定是需要有客观的就是客体来才能表现去美这件事情 怎么说呢 这个说的有点绕口 就是说白了 就是如果说我要有一个很好的画面 我是否要有一个很美的人 很漂亮的树 或者说很宏伟的山丘 是否就是说光光叫颜色 色块 线条 和他们之间的一个 不管是比例也好 还是分配的关系也好 是否这个能产生一种独立的一种美感 我觉得这个思考对我来说 有非常大的影响 就是 它让我突然一下子跳出一个圈子 就是我拍摄一个东西 是否拍摄成这个样子 拍摄它原来的这个样子 就是美的 我会给大家看一下这张照片和前面的几张照片 你们自己可以来去看 你们认为我会喜欢的是哪一张 我相信有的时候这个结果可能会出乎一些人的意料 就是比如说可能这个很正经的正规的红墙是很喜欢的 或者说有树的怎么样的一个是会让大家喜欢的 但是我却会比较喜欢这张 这张看上去特别特别特别的奇怪 连我自己都觉得一开始拍摄之后 我选的这个角度很奇怪 但是我真的很喜欢 因为我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这个事情 我会看线条方块事物之间的关系 和粗的树它是粗的线条 和细的红墙那些墙颜 如果我把它改成蒙德里安的画的话 我是用我的这张照片去横平素质去改 把红墙填上红色 把天空涂上白色 然后其他的蓝色和黄色的结合 我觉得就很像蒙德里安的画 那么我看这个画面本身 我觉得它是平衡的吗 我觉得它在一部分情况下 它还是蛮平衡的 所以回到蒙德里安的这个画和他的这个 我理解他的这个思想就是 那么我们在拍摄的这个接拍过程中 如果我们不去考虑 比如说疲惫的老人 顽皮的小孩 或者说街道是 不管是破旧还是豪华 我们就仅仅把它们当成客体 就是客观的一个客体在那 他们毫无思想 毫无灵感 毫无灵性 我们只是把它当在画面中的挪动的一份子 我们把比如说桥梁 灯变成直线 或者是方块 把人变成不同的颜色去填在画面中 我们怎么样才能让它显得好看 其实蒙德里安的话也不是很难理解 就是如果你觉得这个东西很难理解 或者说后面的这些色块 这些白黑这些线条很难理解的话 其实你可以想象 你可以看到我们身边 其实有很多很多东西已经受它影响了 比如说你的苹果手机 安卓的那种极简的主义 你的电脑 纯黑的这样的线条的东西 其实很多很多已经受到当代 或者说受到当时这种抽象派画家的一些影响 如果你想象 如果不是这个样子的话 如果没有这些艺术家在前面去探索的话 你可以想象你现在电脑可能是一个 像大钢琴一样的东西 一个很大的各种各样的机械的东西 而我们可以看到 艺术其实是实实在在的影响到了我们的生活 好吧 那这大概就是一个今天的一个Vlog分享 我觉得后面也可以更多的去跟大家去分享 一些艺术家对我的影响 以及我的一些思考 当然我并不是一个艺术专业的 我也不是什么摄影呀 绘画专业的 我只是一个爱好者 我只能说说我自己的看法 以及我自己从他身上学到的一些东西 那么如果你们是很专业的人士的话 你们有什么意见的话 有什么觉得我能够学到东西的评论 也可以在下面去评论 或者是给我私信都可以 好吧 那么今天的这个Vlog就到此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